因耶稣受的心法 我们得平安 因耶稣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耶稣承软淡淡 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痛苦 耶稣为我们的过分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耶稣受的心法 我们的平安 因耶稣受的鞭伤 我们的医治 我们的医治 爱我的主 爱我的主 因耶稣受的鞭伤 因耶稣受的鞭伤 我们的忧患 因耶稣受的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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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医治 因耶稣受的鞭伤 我们的医治 我的耶稣受的鞭伤 爱我的主 你的恩典 伸出鞭伤 因耶稣受的鞭伤 我们的平安 我的医治 因耶稣受的鞭伤 我们的医治 因耶稣受的鞭伤 完全的医治 感谢耶稣受的鞭伤 我的救助 我的平安 我的医治 我的耶稣 爱我的主 你的恩典 删除我心 你的恩典 删除我心 你的恩典 删除 删除我心 人生有很多的遗憾 是无法或者是难以避免的 可能是一个意外 一个疾病 可是有一些遗憾 却是可以预防的 有一个故事说到 从前有一位农夫 早出晚归 耕种一块 很贫瘠的土地 这个土地长不出什么东西来 可是这个农夫 仍然非常勤奋地来工作 常常午餐都来不及吃 上帝觉得他很可怜 就对这个农夫说 你这么的勤奋认真 我要祝福你 我要赏赐你 我要给你更多的土地 让你富足 从今天起 以这里做一个起点 你尽力地去跑 等绕一圈回到原点的时候 我会把你所跑的 这圈圈以内的土地 都赠送给你 让你饱足 这个农夫真的是太高兴了 马上就开始跑 他连水都忘了带 只顾着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当他跑了半个钟头以后 往后看 哎呀 真高兴 这一辈子够用了 这一块地所产的五谷 能供养我一辈子了 他想停下来了 可是又想到 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应该为我的儿女 再跑一段 让他们也有一点家产 于是他又跑了一个钟头 这个农夫又渴又累 汗流夹背 他回头看 离起点的地方已经很远了 应该要折回了 可是他又想起他的兄弟姐妹 觉得也应该帮帮他们 所以他继续地望前 又跑了一段 这个时刻 他的胸口开始有点闷 头有点晕 他开始想 哎呀 我毕竟年纪大了 身体状况都大不如前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 我要趁着还没有退休的时候 我再跑一跑 再跑一跑 再跑一点吧 可是就在这个时刻 他的体力到了极限 就这样的 他不知倒地不久 就死了 他连回到原点的机会也没有 当然 他什么土地都没有得到 人心不足舌吞向 人心不足连上帝要祝福我们 我们都会错失神的祝福 一时的贪念 会使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 亲爱的朋友 这个故事 也正是我们许多人的写照 圣经告诉我们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许多人一生忙忙碌碌 急急盈盈 有了 还要更多 只顾着一直往前冲 从来不曾静下来思考一下 人生的意义 等到年事见高 回首来实路 才猛然地发现 年华已去 错过了许多路边 美丽的风光 人生有各式各样各种的遗憾 有一些人 想要奉扬父母 可是非常遗憾 子欲养 而今不待 父母已经不在了 也有一些人 差一步就成功了 却经历功败垂成 这样的感受 人生最大的遗憾 莫过于辛苦了一辈子 却无福消受自己劳碌所得的 人生路途漫长 我们不妨走一段 休息一下 充个电 再继续走前面的道路 千万不要为赚钱 而赚钱 不要让我们的人生 空流不必要的遗憾 当你静下心想一想 你这一生 劳碌努力 这个时刻 可不可以对自己好一点 享受一下 你所劳碌的 也许 我们走到户外 去感受 上帝所给予 那美丽的 山川河流 又或许 我们静静地 品一杯咖啡 在那里 享受 片段的歇息 而不是只是 急急盈盈 不断地跑 跑跑 不知道为什么 而奔跑 当你静下你的心 当你学习来仰望神 你会发现 劳碌有时 安息有时 这是最美丽的人生 我们会忙碌 会努力 可是呢 我们仍然有气息的时间 感谢